好 各地零星賊情 真的還不守 在花蓮這種民眾呢 因為需要到醫院去洗線 想不到車子拋錨 受困在風雨當中 索性警方趕到之後 立刻協助民眾來脫困 此外在花蓮 還有一處一次邊坡坍塌 相關單位前往來會堪 發現抖下的竹林 卡到了勾壓電纜 只有專業人員協助處理 受到山陀兒颱風影響 花蓮南區多個便橋 因溪水暴漲 造成橋面結構損害 而封閉通行 二號早上八點多 一名胡心駕駛 要到鎮上醫院洗腎 因為多處便橋封閉 只能繞遠路 開到卓布大橋時 車子卻拋錨 熄火受困 只能報警求助 報案表示有車樣受困 到達現場瞭解 是因為民眾要到玉璃鎮上洗腎 因颱風影響 便道都無法通行 只能不斷繞路 最後因氣油不夠 困在卓布大橋南端 本所立即前往購買汽油 協助該車輛發動 讓該民在颱風天能順利前往醫院洗腎 在遠景協助下 駕駛化解危機 前往鎮上洗腎 另外同樣是在花蓮 由於雨勢一直沒有停歇 玉璃鎮德烏里 能雅地區二號傍晚發生邊坡灘滑阻擋道路 當地里長發現後立即回報災變中心 和建設客員當地警方共同會看封鎖道路 三號清城鎮長龔文俊前往視察表示 因土壤鬆軟使竹林倒下 卡到臺電高壓電纜 電力公司專業來處理 不然這是高壓電線 因為與市關係造成土壤鬆軟 讓竹林部分倒落 鎖性邊坡仍然完好 後續會有相關局處進行妥善處理 希望在安全前提下 盡早恢復道路通行 也呼籲除了緊急狀況之外 民眾還是要避免外出 減少意外發生的可能